我告诉你 在恋爱的这场游戏里面 最牛逼的一招叫什么呢 听好了 叫回马枪 十个男的九个扛不住的 你们这种段位 小狐狸 刚出道的 什么叫回马枪 你对我有意思 我不要你 难受啊 白爪脑心啊 如果我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女的突然冲进来 我跟她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 她突然披头盖脸 来这么一句 大气 我觉得你不爱我 我要分手 再见 这种态度让我很诧异 我这鱼养了这么久了 突然她醒了 我会怎么感受 她醒了吗 她怎么这么牛逼呢 我会失落的 而你们愚蠢的姑娘就会 七哥你爱不爱 滚 看我的眼神 你直接一点 你不就赢了吗 效果完全不一样 答案马上就出来了 因为你不要了 你根本就不想要这段感情了 你赢了 谁他妈先放下谁赢 永远不要说你爱不爱我 直接说 我觉得你不爱我 再见 干脆一点 因为效果是一样的 你能把男人的好胜心激起来 比那种呵护性更牛逼 所以你们不会懂心理 结果事实上 你跟十个人都用了同一招 你他妈狠 你是个狠角色 其实谁是谁谁是谁的鱼 不知道 就是你有可能同时跟十个人 发消息来往 突然有一天 你同时开始考验 你妈催婚了 你用这一招 老有效果了 挨个就开始 张三二我发现你不爱我 哼 走了 李四我发现你不爱我 拉黑 你就看谁上钩就完了 对吧 姑娘们六这六颗起来 姑娘们 你想夺得爱 你必须要上手段 好吗 各位孩子 不要活得那么单纯 没有用 你这种死去活来的东西 没有用 拍电影呢 就说白了 你敢舍你才有德 你们自己琢磨琢磨 你们死去活来的 那种死去败来的 哪有爱啊 哪会赢啊 就没有一种亡者的气质 呀